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舒服是吧 好极了 来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题 听一首歌 最近比较烦 生活中什么烦心的事都会有的 那么题目是一个让你比较烦的事情 开车回家 汽车没有油了 熄火在半路上 你怎么办 谢门伟 赶紧给朋友打电话 给我送点油了 嘿 我车子在半路坏了 给我送点香油了 肯定先打电话 你太聪明了 恭喜小谢 100分 哇 能力 100分 是 回家路上 车没油了 怎么办 看 看几点钟了 如果说可以24小时救援的那会儿呢 让救援人送油嘛 要不就是 就 就 就 看谁那个车经过了 然后把它拦下来 把那油 抽点油吧 这是两个答案 一个是联络汽车服务部门 还有四小时救援嘛 对对对 还有一个找别的车借点油 挑一个 什么 别看他们 看我 我的侠 在这儿 刚才我都没听你 你老这么天真一角地一角 会干顾事的 就 借油 找别的车借点油 对对 旁边经过了油 恭喜王毅 给他加上 800分 哦 大思雨 大思雨开车吗 呃 不开 好 不开车 但是我想象到那个情景的话 我会把车停在一边 然后打车回家 有人选过吗 目前还没 就俩人刚说完 你会打车回家 嗯 来吧 给他加上600分 目前 大思雨说 搭一顺风车 坐张晋云车 搭顺风车 有吗 好像没有 那就叫4S店的那个 教员 联络汽车服务部门 嗯 加上400分 我们来看一下标准答案 打电话给朋友100分 去最近的加油站 打油回来 200分 把车推到加油站 300分 联络汽车服务部门 400分 联系交警500分 先打车回家600分 找附近的旅馆 过夜700分 找别的车 借点油800分 我们来看一下 4位的分数 谢蒙伟 2200分 王毅 2100分 张欣宇 3100分 后嫌 3100分 哇 到这会儿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再互相指正了 我们请4位 依次到台前来 面对我们的现场朋友们 说出你的真心话 说服他们 不要选你们选别人 来 职系们 看我演那些个角色 全都是红色的 全都是军人 军人是不会撒谎的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你现在是以军人的身份 参加节目吗 我真的不是大夫友 请大家相信我 他不光不会说谎 他都不老会说话的 我给你 你要干嘛 我现在还琢磨 他俩到底是谁 我觉得 反正在3号跟4号之间吧 就说话吧 行了 OK 完了 完了 张欣宇 其实看我样子 我是这里唯一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说女孩子 大家妈妈都会教女孩子 从小就不要说谎 说谎是不乖的 是不好的习惯 那么我现在也不想多说什么 我只发一个事 如果我是大忽悠的话 那么我就嫁不出去 谢谢 谢谢 你瞎瞎 她都厌倦了婚姻了 过去 怎么说呢 我没有必要说谎 然后我也没有必要去借助 秘密的答案去得分 总之大家相信我的话吧 没错的 谢谢 你看我的眼睛 四位都说完了 那么接下来 我跟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聊了几句 谢孟伟2200 王毅2100 张欣宇3100 后嫌3100 此时此刻 这个分数不是分数 是现金 待会您的一票很重要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 您选的是后嫌 恰巧后嫌就是大忽悠 那么后嫌分分没有 那三位按那个数字拿相应的现金 可是呢 明明是后嫌 您没有选中后嫌 把他放跑了 他那个钱乘以三 拿走三位的钱 当然我们往上封顶啊 直到五千 就这么简单 拿起您手中的选择器 一键按下来看一看到底是谁 本轮投票是最终的投票 经过了30秒的真情表白 观众最终选择了后嫌 第十几天的你如何选择 那么观众的选择是否正确 马上为你公布 刚才观众选了一份 选的是后嫌 无非是两种结果 一个就是你们选对了 一个就是您各位啊 被真正的大忽悠给忽悠了 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需要让他来现身 看看谁是真正的大忽悠 我数到四千万的时候啊 我数到 数到三吧 数到三之后 一 二 三 谁是真正的大忽悠 请把右手伸出来 就这么简单 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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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准备好 因为我不想 来吧 就这样了啊 你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王毅是如何忽悠我们的 没事 刚才唱歌我感觉 我感觉应该是四号 正好都是老哥们 一句都不会啊 我觉得他们俩都有点像 你睡了 啊 错了是吧 还不乃的东西 还不乃 技嘉宾曾经被冤枉过 转移了 对了吗 对了吗 这个我认为当时你了 对 你大家都考虑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 王毅今天很棒 都是没有演出的 王毅很棒 他把所有人都忽悠了 但是他唯一小缺点就是不实数 我还没数三的 请我们的获胜者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面去 其他三位嘉宾不要动 感谢三位嘉宾 感谢现场以及以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下周转移时间 聊那位是到底是谁 不见不散 接下来我们喊出那个字来 谢谢 谢谢 谢谢